近日,在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新校区,新疆伊斯兰教协会会长、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阿布都热科夫·图木尼亚兹 用数据向中心社记者介绍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的招生规模、建筑面积等方面的变化,以及新疆穆斯林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。 阿布都热科夫·图木尼亚兹说,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已有30多年的历史,老校区在乌鲁木吉市天山区,2017年启用的新校区在图吞河区,新校区建设资金为2.79亿元人民币,其中2.5亿元是中央财政拨款,其余资金是新疆财政配套。 据他介绍,新校区占地150亩是老校区的5.7倍,新校区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是老校区的6.3倍,招生规模1100人是老校区的7倍,新校区有综合楼、礼拜店、服输馆等设施齐全。 在这地方学习的学生每月每人发放600元的活饰费不住。 这个除了我们这个学校以外,别的学校是没有的,新疆大学也是没有的。 还有我们的这个学生每学年可以享受4000元的主学金或4000元的奖学金, 有些还甚至拿8000元,两个都能拿上的话是8000元。 然后他的学费和住宿费基本上是免费。 他还说,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除本部外,还在新疆八个地州市有八个分院,分院的总招生规模为1900人, 加上本部的1100人,总计3000人。 而30多年前的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的招生规模为160人。 也有场所,也有新教群众,也有培养宗教人士的这么一个基地。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我们新疆的这个1000多万穆斯林, 宗教信仰,自由还是不自由,那实时来说明。 阿卜都热科夫·图穆尼亚兹告诉记者, 他今年多次接受外国媒体记者朋友的采访, 他还亲自带着他们前往和田、喀什等地参观经学院分院及当地清真寺等。 西方国家的也来了,美国的也来了, 我也在这个地方接受了他们的采访, 他们也参观过去。 说话你必须说实话,舌头就是一个。 不要搞事吗? 标准弄成爽的,说话成了两种, 捡了你以后是一种,回去以后是一种,那是不对的。 对我们人的道德也不对, 按照我宗教人士的话,在宗教上更不对。